哈喽大家 今天我们家的洗衣机坏了 然后我就想起来分享一些 如果是新移民的话 在美国生活的经验 如果你的洗衣机坏了 或者是车库 或者是你物理任何东西坏了 你怎么办 怎么找人修 在美国来说 有一个非常好的软件 叫Yelp Y-E-L-P 就有点像中国的大众点评 或者是感激网之类的网站 你进到Yelp里面 你就在它的搜索框里面搜 比如说Washure Repair 然后它会罗列出来 根据你的这个GPS定位 你周围的这些可以修洗衣的商家 然后有个非常非常好的功能 就是你可以群发消息给这个商家 就是我的洗衣坏了 我想在哪天修 什么什么情况 谁可以帮我修多少钱 他们会全部都给你回复 因为他们会用Yelp来做生意 他们给你回复的时候 你就可以比较 像我今天发了 有人说上门飞45 有人说55 有人说75 有人说90 那我就会选择 通常我不会选择最低的 我会选择比最低的稍微高一点的 好像55和65的 让它来给我们修 结果呢 就来了一个这个 维救工作人员 帮我们检查 检查完了之后 找出了原因 把洗衣给修好了 这个上门费呢 是无论它能不能修好 它来帮你做检查都要付的费用 然后检查完之后呢 发现了原因 它会告诉你解决这个问题要多少钱 如果是一些很简单的 比如说如果你操作不当啊 或者是你自己没有搞好啊 其实55块钱上门费就帮你搞定了 它会告诉你怎么弄 那我们这个检查出来呢 就是出了问题 就是洗衣机需要进行维修 那他们告诉我维修有几种方案 第一个方案呢 就是先清洁 把洗衣机的这个棒给打开 做生成清洁 看清洁完之后装回去 能不能解决问题 如果可以的话 就是250美金 那第二就是要把这个棒给换掉 他们会拿一个新的棒过来 把这个棒给替换掉 这样就是325美金 那很庆幸 我们在做第一个步骤的时候就解决了 所以就是250美金付给他就可以了 找到原因了 大概是Lucas 从学校带回来的某种植物的种子 或者是其他什么东西 放在衣服兜里面 然后没有发现 没有拿出来 被卡住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我刚起来连胡子还没刮 这个Yelp比较好用的点呢 就是说你过去要打电话一个答案 你今天有没有时间过来帮我修 你多少钱 就要分别记录下来 Yelp的话呢 就是像短信一样 微信一样 收录在所有的这个message里面 你可以一眼看到他多少钱 他今天有没有时间 然后非常非常便捷 而且这个平台让商家们 形成了一种竞争机制 比如你贵啊 或者是你慢啊 你时间久啊 那我就不选择你啊 而且Yelp还可以打分 可以评价 那大家为了获得更好的评价 就会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所以我觉得Yelp在美国做的真的很棒 包括你会查很多好吃的呀 各种各样的信息在上面 修好了之后呢 我就给他我的信用卡 他把我的信用卡信息记录下来 就可以在他们的这个交易终端上 直接扣我的钱 所以这里也提醒大家在美国 一定要保护好你的信用卡的信息 这些信息包括你的卡号 截止日期安全码 你的账单地址的详细信息 包括邮编啊这些 你都要保护好 不要透露语言 比如我们公司吧 我们就办理了这个业务 在Chess银行 如果我知道你的信用卡的这些信息的话 我在我电脑上就可以扣你的钱 扣完了之后 如果你又没有定时查看你的账单的习惯 你没有发现这笔钱的话 可能这笔钱就给我 等于是偷走了 那最好的方式是你设置一个信用卡消费的提醒 在你的这个银行APP上面 或者是在短信提醒 这样一旦你的银行信用卡发生交易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 一看这笔交易 这个好像不是我的 就避免了这样的损失 像我刚来美国生活的时候 我就没有这个习惯 然后大概在两三年之后 我才发现我第一年和第二年被盗刷了好多钱 被盗刷了大概五六千美金吧 这些钱显示的是买各种机票啊 酒店的预订啊各种钱 他们其实是通过这些中端刷 刷了之后再转换交易 等于是洗了一下 就警方也无法追查的 那其中有家航空公司都已经倒闭了 都已经不复存在了 我企图打电话跟他们沟通的时候 他们说真的不好意思 这家航空公司都已经不存在了 被并购了 所以最后只能自认倒霉 就被偷了五六千美金 玩 第一 二 二 二 一 三 一 一 二 一 一 二 一 叫他弹钢琴 今天他第一次学把右手练的谱子 跟左手练的谱子结合在一起弹 然后他弹完了一遍 老师说非常聪明的孩子 我就说我说 我说我看他我还觉得很着急 弹得好像很慢很不熟练 老师说你可以试一下 他说你会需要两天的时间 去做他一天的这样子 然后我说OK 我说我上次已经试过一下 我不要再试了 他说那很简单 你去做一个动作 你的左手往后画圈 右手往前画圈 他说就类似于他现在做的难度 我试了一下 真的挺困难的 别看是体育生 过去我们练过 就是一些协调性的动作 但是真的不容易 所以我一直认为孩子学钢琴 你并不需要他学到什么级别 考级或者是入学有什么好处 他这个过程就是锻炼大脑 和身体协调性的过程 非常非常好 而且现在卢克斯特别好的一点是 他现在练习钢琴 已经基本上不用我看的了 说实话我也看不了了 你知道吗 我也看不懂 就是他自己都可以弹了 他只是需要我在旁边陪伴他 那我觉得已经没有以前那么烧脑了 也没有以前那么容易上火了 就像中国网络上传说的一样 你过了小学 你想辅导也辅导不了了 continued Yep 那齐一个 练习还有一个 之后축七一yd 1 2 and 3 and that's it you nailed it such a good job 不要对着眼睛看 洛克斯 好搞笑 好美啦 我上楼啦 你要不要上楼 不要 不要上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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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上楼